歡迎回到WMO超級聯賽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星海爭霸2的第二組對戰了 在這裡呢我們看到的是 華裔Spyder選手Fung V 其實他這個聽說 原來他是Rush戰隊的隊員之一 那在Rush裡面本來就有一個Fungie了 所以他做出區隔 他就把後面的Y改成V 那現在 沒有沒有 他是 他原本叫CROW 對 然後他是 好像是因為他跟Fungie Fungie的那個 他們都是神族玩家 他很喜歡 覺得他們兩個之間的感情很好 對 然後他就決定就是跟他一樣 所以他們自己就認識 他們認識 因為都是Rush 他就是為了鬧他 就跟之前那個Yoyo 他取Yoyo也是因為JoJo的關係 他們很好 對 好像也是這樣 對 也是取這樣 對 所以就類似 不是因為他很娘嗎 好像有 我不知道 感覺有些撫慰 感覺是還好啦 好 在這裡呢 我們看到Fungie要對上的是哪一位選手呢 好 是DS 那DS現在已經是轉神服選手已久了 等一下兩位選手呢 就要在永夜之境開戰了 他穿得有點吵 他是睡著了 好 對 我剛因為你要說 現在DS是已經睡著了 沒有啦 只是併無養神啦 應該是課業壓力很大喔 所以趕快抓緊時間 好好的休息一下 那兩位呢 馬上第一張地圖所選擇是 永夜之境 兩位都是神族選手PVP 永夜之境 永夜之境 對 聽說最近我們遊藝閃電狼 可能又會多一位 加拿大的選手是不是 對 不是加入 是來我們這邊訓練 叫KNE 然後他在 他在OFF打得滿好的 對 我們有看過他第一次 真的是滿不錯 然後他要來 大概在五月的時候 會來閃電狼那邊 跟大家一起訓練 什麼種種種 充足 對 之前聽Savi說 其實他對貼色也是滿有興趣的 但不知道會不會加入 我們下一季的聯賽 不是 他 他好像只有要來兩個月 這樣 對 所以應該是 感覺是不會 好吧 那我們在這邊先抱一下點位 結果是殖民戰這張地圖 首先呢 看到這一個藍色藍色的神竹 10點鐘方向 10點鐘方向 10點鐘 10點鐘 1點鐘方向的紅色神竹 是來自Spider的方雨 方伊 從B 哇還真的是 су Fange actually突然間多了一個N 沒有沒有 他直接把消息改成大小 好 那這裡我也要小小的 儀告一下 在下禮拜3月25號 以及3月27號的晚上 您記得鎖定我們DSL的頻道 因為在這裡呢 我們要進行 新海爭霸2的台港澳戰 對 一樣又是搶WCS的一個資格 美國區域的資格 對 沒錯 喔 這邊DS一樣是用它 它自己自創的流程 12人口放下冰泥 14人口放下瓦斯 這樣的話它等一下就可以 很快速的做出一隻狂人士 加一隻追戀 加上媽媽球 就是母艦核心做潛壓 在這張圖的話 因為它的空中距離比較近 所以媽媽球的威力會更強大 就很早就可以到了 就不會追劣先到 媽媽球在後面 對對對 這張圖這樣子打是還滿不錯的 好 這一個水晶擺放的位置也不錯喔 在兩個瓦斯中間 就是怕如果說被放大招的話 狂人士會站在那個地方 別人說狂戰士呢 它就 所以放狂戰士要多繞進去 對對對 好 然後再放下 應該會先做一隻狂戰士 再下第二個瓦斯場 這就是他自創的打法 我們來看有沒有效囉 你自己有遇過這樣的打法嗎 有啊 我自己 我之前跟他交手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打 然後我自己也有在天氣上 試過他這個打法 只要對方前期太偷的話 通常都會被打得很嚴重 喔 被打成 對 可是像今天放狂 他這個流程 他是雙兵贏嘛 然後他等一下會連續出三隻追戀 他如果說是 第二隻和第三隻追戀 是加速走出來的話 那其實這個流程是環爆DS的 對 因為出來三隻追戀 竟然他打一狂一追 加一顆球 加一顆球 真的是太輕鬆了 對 而且那個 他不只是三隻追 他還會有一顆媽媽球 他還會有一顆母劍核心 那這樣的話 對 是的 現在兩邊都在生產 母劍核心喔 而DS的狂戰士是已經出門了 會不會是方妮很了解 所以他知道對方會用這樣子的一個戰術 我覺得是這樣子 因為DS這個打法已經很久了 大概三個月半年都有 研發之後就一直愛用 對 因為真的滿不錯的 而且他有他自己的理解 就像是上啊 上他不是有他勢必去打重組嗎 那也是他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證 舊專輩手機還有其他戰場 對 對 對 好 這邊我們看到彼此的媽媽球擦身而過 對 沒有看到對方 對 這邊開局是追劣走出來 這樣家裡就會有點危險 對 家裡他還是會持續有追劣 欸 他家裡沒有出追劣 他母劍核心去那樣加 然後熬不過兩隻在家裡面 因為DS加一次他客氣了 放下VC目光議會 而這邊前線是打起來的方B的家裡 欸 方B的母劍核心沒有 沒有在打他的那個 母劍核心在對方加 在打水晶塔 好像在打水晶塔 對 沒錯 他已經在水晶塔 哇 那這樣方B有點操作不怪 他那個工B在點幣的主堡 不會 發生什麼事了 他這個突然間 工兵打不贏就決定探國 是這樣嗎 欸 難道 要裏扣 裏扣 快點 欸 他就自己看了出來的 哇 這水晶塔快打爆 你信 哎呦 這個燈點水晶塔 然後突然後面就是打爆那個水晶塔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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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了100 哇塞 卡冷口 哇塞 一隻技巧兵打爆那個水晶塔 這你敢信 哎呦 還要往裡面走了 好 還要決定 recall 欸 他這樣子有看到那個VC嗎 因為是他的母艦核心是近視版的 他被閹割了 他看他的視力比較沒有 沒看到 哇 沒看到 沒看到 這樣子他偵查的目的就沒了 就沒有做到他偵查效果 他是來取得水晶成就 水晶塔 恭喜你 他的任務是來點那個水晶塔 經驗值加成1.25% 哦 那這樣子 DS走的是閃追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FUNBIN這邊的流程是有課到 他是走VR開框 而且這張鼓閃追 並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發揮 對 可以跳 對 所以其實這個開局 雖然說DS一開始有賺 但是他不一定打得下來 我對母艦核心的能量數比較少 所以等下都打過來 這個能量 我們說沒有辦法放大光炮 對 應該一個大光炮就可以了 一個大光炮就可以了 怎麼看到帥先開框的是在 Why is Bright的放V這邊呢 他已經放下第二個主堡了 可是DS這邊還在攀科技喔 DS是有放VR的 對 它是有小眼睛的 兩邊這邊 第一個他選擇加出小眼睛 DS放到四兵 他不給活路啊 他打一波 對 他想打 他剛剛不知道應該 欸 他的VR呢 有 還有偵查到就用開個框 所以他炸了 對 所以他直接選擇 打一波 這邊這個偵查 有看到 有看到 好 那加一面的趕快做防守 對 因為DS一開始很賺啊 所以他決定 他看到人家看 喔 他把他炸掉 放密把他炸掉 你直接放棄了 很怕怕 對 他好像發現對方快升好了 對 他就知道在加上 剛剛有一次鳳凰飛過去 看到他的 他的那個士兵要打一波 是 這兵力真的是滿多的 好 我們看到DS的部隊 已經集結在外面 也放了前置水晶喔 馬上就要來親吻踏戶了 他的媽媽球呢 母劍核心呢 再加吧 對 母劍核心 那這樣的話他可能會用那個 哨兵做一隻假巨像跳上去 現在要不要揍呢 但是上面是有一隻的不朽 可是只有一隻其實 好 DS做一個很明智的選擇 他好像要開礦了 欸 他來是什麼東西 沒有 兩位賽兵 喔 什麼 什麼 他居然在 這個他居然在發酷 發酷 把他的球了 他在發酷 他應該早一點 就要選擇發酷了 哇 那現在這個要兩隻大狗炮手 這個工兵損傷會太大喔 這個立場坑到自己了 對 工兵其實要不要拉回來 工兵 工兵死光光啦 完蛋 應該要把他們給揍到 自己大狗炮打得到的範圍啦 不過這邊DS好像有點衝動 他想要點掉對方的無限核心 結果反正點不掉 然後自己部隊就送過 但是他方咪的工兵已經死了差不多啦 對 只剩下28人口 哇 剩下 喔 十二 四隻 新衣衫的工作單位有24隻 我們看到現在DS領先了12人口 這個現在DS可以出來開礦了 他現在就存錢了 那這個二礦開下來 DS的優勢就很大了 然後在他的下面用那個哨兵 不斷的封人家口 讓他沒辦法過來打 對 然後自己開一下二礦 到時候回去守斜坡 優勢很大 通報工兵差一倍啊 這真的不是鬧著玩的 現在DS只要穩穩的 拉開優勢就可以囉 好 說了兩隻哨兵喔 準備要封口 一切都在方咪的眼下進行中 但是也沒辦法 他下來就是要被操作 下來就是要被隔開喔 他現在只能眼睜睜看 自己可能會被餓死好嗎 對 然後他上他就是 喔 他上他做一台人靜去騷擾 家裡不停的補經機 看能不能用人靜 用人靜不朽賺一點東西還 你覺得會成功嗎 我覺得是個很不錯的想法 但是殺劣勢蠻大 殺劣勢太大了 其實有點快 我們看DS還選擇分兵回來 他應該也料到對方有這個選擇 所以我們看到三軍追戀回來 又守在自己主控腹地 在這個尖角這裡待命了 真的就如兩位賽兵所預料的 他是要用人靜空投 有感覺耶 對 有感覺 他其實應該有感覺 因為看你完全連出來都沒出來 喔 都沒出來 四三隻哨兵 他回來做防守了 結果哨兵送光 不是因為走下來 還沒想到哨兵讀口 結果硬是被走下來 算是沒有持續讀口 像送算有扳回一點點的DS 有 賺還一點東西 但是這一波反推很重要 這一波 這邊想換一點 這邊想換 看這個血量 方畢這一定要賺足夠多的東西 因為是他DS 他惡況已經在演員室 公兵大概有三十幾隻吧 對 現在這邊的話 公兵數是17比33 還是差一倍 差一倍 對 剛打完12比24 欸 這是在睡覺 我們偷偷集體罷工啦 你知道的 最近流行這個嗎 流行罷工 睡覺嗎 欸 這個立場 這好像是剛刷出來的哨兵 這樣立場夠嗎 現在 這邊應該會硬上 不過這邊加一面 沒有打過帽 DS的意識不錯欸 他可以 他一直有意識到 唉唷 這五件核心是白白送命喔 對 哇 這很關鍵 少了那個環球 而且那個放兵這邊是沒立場的 對 少了那個環球差很多 好 我吃了兩隻 好 栽走 漂亮的操作 對 秀操作 這兵力有點多喔 不能讓他上來喔 而且沒有大光炮喔 沒有 有大光炮 他晚點放 等在那邊 立場 本來是要硬傳 大光炮 沒能量 沒能量 80幾的能量 有點危險 要頂轉了 有點危險 他要硬手了 他要硬手 對 他想硬手 以後他會脫掉大光炮出來 但是人家有兩隻不朽啊 對 一個往後跳 大光炮有了沒 剛後面有95 不朽在後面點車 這個球小了 不朽怎麼會往前走送掉啊 人家緊張嘛 但是 不是 那個不手送掉太關鍵了 哇 GG 好 我們這裡看到第一回合是由 DS拿下了勝利喔 那前面呢 其實一開始感覺 我們的對手這邊 方V還是有預料到 DS的開局打法 那也做了一個還不錯的防守 但是為什麼後來會去劣勢呢 我們請 輝哥幫我們講一下 關鍵就是他那個立場 沒有隔到那個斜坡啊 而且其實 因為他應該已經知道說人家有VR 他知道人家有VR 然後那個時間點超過人靜就要出來 所以他有意識到 他把他的追列往那個 阻礦那邊放 對 這是很好意思 但是他門口要撤退 對 門口早就該走 不然的話你很容易不小心 人家下來你失誤 你哨兵送光了 變成剛剛他二礦的時候是沒有那個 沒有立場 對 如果說那三隻追列 那三隻哨兵都保存著 在二礦的話 他可以隔很久很久很久 隔到 天都亮了 還在隔 起碼最主要是要拖到你的戴光帽好了 對 自找自找 因為他剛剛那個能量其實很高 那個能量大概打上來70 80 對 對 要打完 打到最後有戴光帽 不過因為 還好方斌那邊一個算是操作失誤 他的一個不朽就送掉 其實不朽那個臺平要保存 點了差不多以後就往後拉 他是主要的輸出啦 其實不朽可以在後面 不斷的想辦法去賺一點追列 賺一點追列 不過那個 我覺得方斌還是有點太早放棄了 他剛剛其實在刷一輪兵上去打 還是有得打 不知道是不是經濟的一個問題 欸 是DX放棄 沒有 是方V放棄 因為那個臺平點有大光炮 那個臺平點基本上那個 DX是已經有大光炮 真的放棄太早 因為那時候他的兵力是優勢 沒有 他那邊最後那邊我覺得他沒有優勢 剩六支追列打 對方也是差不多優勢 而且對方有閃追 那就變成說那邊你會被操作 這家人他看到最後那個大光炮 他就覺得 看到大光炮就放棄了 對 他看到大光炮就覺得應該是 再一輪兵也打不下來 因為再來其實就基本上就沒有什麼機會 對嗎 有閃追 對 關鍵是不朽死光啦 你不朽死光其實你 打不贏他的閃追 你打不贏他的閃追了 沒有操作空間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選出來的 下一張地圖是暴雨 所以兩位選手即將在暴雨這張地圖對戰囉 現在DX已經取得了一分的領先 如果再拿下一分的話 今天星海的部分就要結束了 好 我們這邊看到藍色藍色的神族 我們請好壞哥幫我們報一下點位囉 對 5點鐘方向 然後這個是DX藍色藍色的神族喔 好 緊接著呢我們要來看一下 另外一位紅色紅色的神族 好 在10點鐘方向來自華裔Spyder的Bombi 是一個紅色的神族玩家 是 你講的話怎麼會用紅色 我是一個紅色的神族玩家 紅色的神族玩家 沒錯啊 好 方P這邊可能是有點緊張 壓力有一點點大喔 剛剛有聊天室說不只是方P壓力很大 還有兩位的扣子壓力也很大 兩位的扣子還好嗎 有點緊繃啊 完全很OK的啊 OK啊 聽說你最近有在跑步啊 對 而且今天的 我剛剛開場一直笑 我一直想把我的臉湊近你的臉 絕對不是想親你 而是我發現我這樣子 我的臉好像變小 有嗎 我只是頭大 但是我臉不肥啊 我也是啊 真的 我也只是臉大 話說你前陣子不是說要去跑步嗎 你昨天 你禮拜三後有去跑嗎 有有有 真的有去跑 我又跑啊 我又跑啊 我這個禮拜要跑一點 紅了嗎 不是說要堅持個一兩個月嗎 希望啊 對 對 好 我們這邊看到 雙方有什麼比較特別的部分嗎 請輝哥幫我們看一下 目前一樣那個 那個 DS一樣是用他三場的那個流出 12公兵的時候放下BG 14公兵的放在碗上 可是他開局好像是早了 他好像是死人口喔 對 他好像是死人口BG 好早 好早 對 他的慈人鏈有點早 是 他好像是要打死 快攻 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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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三兵 控制二兵 這張圖喔 這張圖 之前那個大圍巾 大圍巾 對 他之前在訪問的時候 他有提到說這張圖以前的設計 那個岩石是每10分鐘會再長出來的 對 像香菇一樣會重生 對 對 對 會重生 會長出來 但是後來因為這個對於整個比賽的結果 就是影響不大後來就拿掉了 對啊 不然你長出來的時候就好了 其實他應該我覺得如果他長出來 然後之前不是有張水果島 你說可以採是不是 就是你出來就可以採香菇回去 就是它就是香菇會出來的檸檬 都可以 你們兩個為什麼要講香菇呢 真的是香菇啊 對 因為它會一直長出來 檸檬不一定會一直長出來 那一次表演賽明明就是你跟十年 然後我跟你說去抓檸檬 把檸檬打爆給採檸檬 可是它是長出來的 它是長出來 所以我覺得香菇比較合理 其實檸檬也會長出來 對 檸檬也會 但是我覺得 好啦 你們兩個喜歡香菇就香菇啦 對 總之它會長出來 他的狂戰士繞了旁邊過去 對 他選擇到一個 不是 他沒有做狂戰士 他沒有做狂戰士 他光是走正面 然後狂兵到旁邊 那這樣子方兵他沒偵查 有點危險 看方兵的開局 因為方便還是一樣打一個穩健的三 二兵引開 他那個開局可以 對 二兵引開局是可以守的 是可以的 是可以守 只要偵查到位 他的狂兵過去要看能不能碰到那個狂戰士 如果碰到狂戰士他就 啊 懂了 但是沒看到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 因為他狂戰士也知道 他狂戰士也知道沒看到 狂戰 沒有看到 很危險喔 欸欸 方便往前 欸 看到狂兵 但也懂了 但也懂了 剛剛這個就知道了 結果他看到更貴的 更重要的 好 再放一個 水晶塔 欸 沒有打 好 準備打那隻狂兵啦 看誰打 要不要打就好 天啊 有 有 有 再來一下 趕快加速這兩隻追劣出來 然後再做兩隻 要做五隻追劣 對 還要再補 再做兩隻 快快 再做兩隻 好 然後這個水晶塔 追要加速 想辦法在他的船門好之前 殺至少要一隻狂戰士或一隻追劣 有 他狂戰士大臣 至少一狂就追 好 殺掉一隻狂戰士了 欸 有機會 有機會 現在要開始燒 有機會 打掉 打掉他 殺了 狂兵 殺掉 我 逃掉了 回馬一發 對 趕快跑 大家都很緊張 再等能量 完蛋 完蛋 是他傳門還沒有傳門 其實還好 現在直接要跑 好 有大光帽 坐啊 好好就夠了 點那個沒寫的 點沒寫的 沒寫的 還有一隻 好 有發現了 那隻沒寫 有機會 有 我覺得手術 跌死這樣子的話應該是打不下來 有 因為這張圖 那個大光帽可以照到那個斜撥口太關鍵了 對 這張給我 斜撥口是比較好 你比主堡比較近 欸 方兵 方兵 對 門口在打了 門口在打了 方兵要糗了 對 大光帽 不要送啦 不要送啦 對 這方兵在刷兵 他其實也是三兵在刷 所以錢是 為什麼他要放兵稀啊 他覺得他守住嗎 他覺得他守住 因為他剛剛錢有點多 可是我覺得這時候出個哨兵很棒 這時候只要出一隻哨兵 有了 有了 那這樣可以 可以可以 你算太遠了吧 來 天啊 喔 還不錯 還可以 因為那個追獵者是不太肥了 他沒有在跑 好 那這樣子 可以在手 這堆死這樣子 對 跌死這樣子 應該是不太難 是吧 攻兵拉出來 好 穿空 好 突然接一個穿空 好 突然接一個 nice play 有了 好 最後兩隻前線的追獵 保存他的攻兵 不好意思 對 欸 放兵啊 其實有很多操控 欸 這樣 武漢核心是幹嘛的啊 在那邊叫我 對啊 大家都回去都已經收工了 你還過來 對 露臉 他流連忘返嘛 我 爆了 打得太high 不過這基本上應該守住了 因為自己游的兵夠多 而且棒蜜莎經濟很好 對 現在經濟非常非常好 家裡面已經可以開始生閃追 等下一波桶出來就要守 BS這邊也是走VC 對 也是走VC 不過這個時間點是有落差的 玩很多喔 欸 他沒有要升 喔 他的瓦斯沒有踩啊 他剛剛農民拉出來後忘了踩瓦斯 對 現在在挖 現在在挖 還來 還可以 還行 還有的打 還行啊 有啊 這邊算先涉及閃追科技的是 Wide Spider的放V 對 如果基本上 DS這邊選擇閃追 基本上就等於沒個打了 雙方 你現在這個精氣 然後你又是玩 就是科技是一模一樣的情況之下 基本上就是比誰拳頭運來 我覺得要拚引刀了 對啊 不然就是閃追防守凳 對 要把就是拚引刀了 可是目前我看到他的瓦斯 根本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的開局是單網 好窮啊 對 真的是 不然兩位一人100捐贈吧 捐給DS吧 一人100也不夠啊 這時候經濟差距至少1000以上 我覺得 這個很難 剛剛的工兵落差其實是很大的 對 剛剛差到60 有 7 隻 7 八 6 7 隻 對 好 引刀 那這樣的話就要看放V這邊 會不會太醜 這一波上來了 Nice 做了一隻鳳王去正常 這很重要 這幾率性不錯 對 這是一定要做的 不然的話就會被引刀弄到 所以引刀一旦看到了 DS其實就打不下來 對 你就要炸了 這個鳳王很關鍵 一定要做 做了看到 欸 你看到 你去哪裡啊 他沒有了 他走 回來 好 看到了 這樣子就趕快放下VR 趕緊放VR 給人家賽事機會嘛 別信息 欸 快放啊 你先 還有一波打爆對手 放了放了 好 那應該沒問題 他等下開個視野就跳上去了 新的 全新的母劍核心 我又來了 在此線裡 有了 他又有空 小心 小心 這里長 有空啊 還沒 欸 快好 閃盾快好 等一下就要跳了 要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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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劍核心別爆 對 母劍核心 閃盾起好了 好 要跳上去 這個對空單位 連母劍核心都打不到 喔 有了 這個要打了 這個要打了 你應該會用紙刀 踩著紙刀 看看情況 他要先守著面了 然後外面有沒有說 他有手不掉進去 對啦 他有力氣 到 你剛剛在後面 不是 對方應該也要一直 拉拉拉 這就是重複 你只要你這樣 拉拉拉 喔 幫你選了 幫忙好了 幫忙 幫忙 拉拉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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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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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封起來了 OB要出來了 對 什麼都沒有 我看來 看來DS這邊 完全沒有辦法守 連一隻弓兵都沒有 引刀 引刀進去了 想說引刀可以逆轉 但是沒辦法 這顆引刀被打 好了 DS應該 對 哇 OK 好 我們看到第二回合 是由華埃Spider的FUNV 拿下了勝利 所以現在呢 是打成平手囉 1比1 馬上就要來進入第三回合了 在第三回合 我們這邊呢 是由DS來進行選圖 不知道他會選擇什麼呢 那我們這一次 他剛剛已經做出他的決定 還蠻快的 他選擇的是永夜知境 我原本是猜他會選那個 我覺得他這個打法 最適合的就是 殖民戰跟永夜 對 因為空中距離近 對 所以其實蠻好的 了解 好 那回過頭來看到 那我們剛剛在暴雨的這場對戰 那輝哥有沒有覺得 哪邊有亮點呢 亮點嗎 呃 就是飛那隻鳳凰啦 那個鳳凰是 就是他 他其實放逼他很早就想飛 他守住以後 當然就是要知道人家的科技嘛 那他因為他有做一隻哨兵 他就等那個哨兵的魔好 就飛進去 對 還好他有看到 是 對 然後還有就是 呃 我覺得其實有蠻多地方操作沒有 雙方都有失誤 就是沒寫的沒有拉好 雙方都有 今天坐上這個位置 有沒有覺得好壞哥過往 有些時候 這蠻艱辛的 對啊 蠻艱辛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平常練習的時候 其實都可以拉很好 但是真的到比賽的時候 可能會緊張啊 或是 對 就會有各種失誤啦 對啊 就是會有一些小失誤 對啊 然後那些失誤累積起來 就變成打不贏 還有這張圖 我覺得三兵真的不強 因為 因為他那個斜坡 因為他的兵營離那個斜坡太近了 他兵補出來就可以直接上前線打 那你就跟人家用船門刷 其實那個時間是差不多 不像那個像岩獸 岩獸那張圖 如果說你想要用哨兵讀口的話 你從家裡的兵營走到那個門口 對 就可能就已經要花 三四秒鐘 五秒鐘 那你可能就因為那樣子 沒隔到人家上來人就不一樣 對啊 然後你的大彎炮又沒有照到 又沒辦法照到整個基地 那像這張圖是可以照到那個斜坡口 對 他直接照到斜坡口 沒有照到斜坡口差很多啦 因為畢竟你有照到斜坡口 一個立場 他放個大彎炮你的步驟就很難跑 對 而且上去還要被大彎炮打 對對對 那如果沒有照到斜坡口的話 就是你就好像去對他放個大彎炮 你就在斜坡口整 一直看 你就在看著他如果不過去怎樣 你要我啊 然後我還不能帶 等一下要等時間到再過去就好 對 那他比你一樣是在續啊 那你兵又續不贏他 對 沒錯 好 在這裡 我們看到兩邊是鏡像開局 那在我們六點鐘方向藍色 藍色的神族是DS 那在我們 對 這個是藍色的神族DS 那在我們十二點鐘方向紅色 紅色的神族是 懷 Spider 放V 這邊 DS居然是13兵贏了 這樣子常開了 對 他沒有在用那一招 他慣用的招式 這樣子我有點期待 他這場會打出什麼樣的戰術 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其實前兩場的話 基本上 方畢都是打比較沉穩啦 而DS都是打一個比較 算是比較前壓的打法 所以這一場其實就可以 比較主動 DS應該是個比較喜歡 對 比較主動的人 對 主動的人 我們看到這邊做出 不一樣的選擇了 方畢是有兩個瓦斯場 喔 可是DS一樣 他是先放了BY 然後他可能又要先出 狂戰士在蓋瓦斯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他這一場要用一隻狂戰士 加兩隻追劣 再加 母劍核心前壓 所以他經濟需要好一點 所以他今天他13能夠放B 你就要他不用搶著在那個 他原本那個timing 慢慢來 對 他原本那個timing 在這張圖大概 5分前就會來打你 大概4分50幾秒 所以這一場你覺得他依然是比較主動 對 他依然是要主動 他就是喜歡主動 他就是要主動來 那他一開始的狂戰士跟追劣 可能就是把地圖周圍巡一巡 看有沒有野建築物 沒有的話他再出版 然後在河濱 一狂兩追加媽媽球去壓你 然後順便去看你的經濟 看你的科技 這是他這打法的好處 可以壓你又可以看科技 喔 那回過頭來看到 然後放V這邊你覺得他可能要出什麼樣的戰士 一樣 就是雙兵贏出三隻追劣 這是比較穩的 比較穩健的一個打法 可是這個開局的一個相克性 這個打法就是打什麼都不會太虧 但是你都不賺就不賺 對 就是最中庸的打法 穩健開 對 然後他飛一隻母艦核心去看 有沒有被野建築 那個地方很多人會野一個VS 這張圖因為地圖比較崎嶇 對 不好尋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張圖 像是野影刀 野VS 都還蠻常見的這張圖 好 我們剛剛看到放V 是把這個加速放在自己的兩個兵上面 好 VS這邊要潛壓囉 放V這邊也看到了 看到往後退 還可以 家裡面也是三隻追劣 他是直接來 他追劣 第二隻追劣殺在路上了 殺直接 喔 起時出來了 放V這個流程是完爆VS的 三追加一球 哇 這個追劣直接追 追對方的追劣 好 這次狂安士進來 就可以看到你的科技 誒 說好的科技呢 不過有母艦核心 GOGO 沒有科技 這個 Timing點 其實如果你打得這麼沉穩的話 科技確實是可能是要晚 不過家裡面錢有點多的情況之下 他要開礦 對 他想開礦 對 他出了三隻追劣加兩隻燒兵 就是要開礦 然後等一下應該會放VR 好 有了 好 第二次也加一隻引刀 引刀開礦 對 一次引刀開礦 好 兩邊都是開礦 而DS這邊打得比較 喔 打得比較偷 同時還把科技往上判 但是放V這邊放下VR 一般我們看到的引刀開礦是 打防守的 一開始不會那麼拚的往前衝 然後打防守 引刀塔放下去以後 開一下惡礦 然後再放VR 就是一個可以騷擾 又有全防的效果 對 但是他這邊可能就想讓對方有一個遺憾 對 他就是喜歡先壓人家 然後一樣後面是接這個流程 好 現在他的媽媽球也還在壓人家 對 還在壓人家 反正媽媽球在那邊 來 我打你 你打不到我 對 這張地圖真的 圍魔 然後他又看到那個 放V這邊出很多追列和哨兵 他覺得 欸 他開這個是怎樣 有點酷喔 這個假的巨像是 這應該是 這時間點也有點少 為什麼會有巨像呢 對啊 有點快啊 7分啊 我知道這是新的潮流 哇 看到了 用巨像來做偵查 對 用巨像看到了 嚇一跳 哇賽 這什麼 喔 再來跟隨他 Surprise 這個他真的一拿起反手 開始追這是巨像 這個巨像很尷尬 大概走上斜坡 什麼都沒看到就爆 他已經爆了 對 好啊 不過 好 好 那這樣子什麼都沒偵查到 DS看到他開二框了 而且這個小眼睛 看到DS飛行刀 欸 小眼睛 小眼睛 回去回去 有人趕快回來 有他看到 有有有 要扛正面 其實是巴谷 但是這樣 欸 這立場 DS這立場不錯啊 大光炮 但是就這個大光炮 你前面還是 你就必須要趕快刷在前面 這大光炮有點哨兵 細節很好 又點了就最近 欸 沒事也 沒事也 對沒事也沒辦法 好 這守住應該是沒問題啊 這開局的話 放蜜這邊是 取得蠻大的優勢的 欸 但是DS好像沒有要打贏 因為他跟他打一波 欸這環球棒很好 他真的很想硬點 對他硬打 他的追劣怎麼沒有甩啊 跟他 有他回來 有他趕快動一下 起碼回到大光炮 追劣 他在控哪裡啊 有有有他在控 不要緊張 放蜜 我覺得他應該在控別的地方 為什麼這追劣 欸這追劣 這什麼追劣 不要啊這裡 不歸路 等一下 剛剛那兩隻追劣 為什麼往右走 然後神引了一下 然後再出來給他擺打 因為我送你兩隻 你要送兩隻 就是 就是禮貌性 對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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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那這樣子 放蜜沙人口有13人口領先 而且他因為二礦開的比較 欸二礦開的時間其實差不多 但是他科技是優勢 他是走BR嘛 然後有不朽有OB 那對方DS只有引刀 而且引刀還送光了 對 引刀是非常耗資源 耗瓦斯的一個引刀125起 對他所有的東西耗光的情況之下 他等於家裡也不會有執政官 我們之前才會看到 走引刀沒成功就算了 躲回來變執政官 等下中後結會就還可以打 這引刀真的太傷了 對 這邊放命下長是空投嗎 當然 還是要來 他上面是裝狂安士還是不朽 我幫你瞄一下是不朽 不朽兩隻不朽 他這樣投下來以後再現傳一波 狂安士很強 對 而且這個打建築物很有機會 你那個防守沒做到位 他因為前面有狂安士在download 他的不朽是可以差不多去點他的追劣 對 好來 印上印上 刷一輪狂 沒有他只是想賺公平 他沒有要賺其他東西 還可以卡在裡面偷打 欸 頭 來來刷 刷不刷 不刷不刷 欸 好險有載到 不刷 剛好也是吃你沒有追劣的豆腐 這順便看一下你的科技 對 讓你有點煩 來 來 點公平喔 這一定要再多點點公平 這樣點公平 載起來 來 我們來看一下總共是擊殺了幾隻公平 DS受不了 他蓋2BS 他蓋兩個飛機場 對 應該是要走 先可能會先出一點鳳凰去追這個冷靜 然後再出虛空 那 出虛空是擋不住 是擋不住那個 放咪這個流 欸 鬆瘋狂 暫時 如果你選擇 欸 欸 你說如果我是DS會怎麼選擇嗎 對啊 你會怎麼選擇呢 走VS其實也可以啦 但是 在那個虛空成形之前 你會有很大的控方式 這是問題 你現在你要選擇走 走VS 等於說你被看到對方那一波就要頂過來 好 殺 這邊出了鳳凰 真的受不了 這個往後退 加一邊就刷一波兵直接往前走 欸 放咪這兩個 這個人禁真的控不出 他殺了很多東西 對 他打了好多攻兵 又殺了幾隻追劣 對 他有殺到幾隻追劣 對 擊殺公兵總共目前是5隻 對 部隊直接來了 這邊放VT喔 沒錯 對 只要看到你出VS就是合白球 對合白球 出點追劣就可以了 這一波有5隻的 哇 怎麼守 5隻的不休者 那 欸 那是怎麼會爆 都是貨真駕駛 對 應該是狂人士或是公兵 而且 碧咪 天才開礦嘛 引刀 引刀 這引刀可能可以 但是不過在這個放V的二礦門口 這邊是有光炮的 對 碧咪家裡面的一個細節 還是有做 防守的部分還是做得很到位 在優勢的時候 基本上就會打得成為你就對了 好 這鳳凰 這鳳凰算賣的 為什麼出那麼多鳳凰啊 怕出超多 一不小心手滑啊 要抓 把所有的不休者都抓起來 有 你一人配一顆鳳凰 一台鳳凰抓 不過對 看來有誇張師喔 看一下 白球有點晚 這波頂上來 哇 這有點酷 對 這波頂上來 我有點機會 這樣我覺得 有點機會守住喔 還那個 不過後面誇張是跟上 哇 只剩關好了 白球 白球 白球威武 對 白球出來就應該沒有問題了 只剩關打那環是太快了 對 喔 鳳凰 這鳳凰真的是來搞笑 還在後面起人 你知道是來搞笑的嗎 而且爹子還開礦 爹子其實如果不開礦 多摔一點環是 剛剛那波說不定 才推手下來 還是很難守 而且他應該是要 那個靠大光靠手 哇 公平大家手都放了 拉公平了 這個主堡 點一下就爆牙牽血 欸 他不點了 有發現嗎 點一下 哎呀 超比方那隻 直空線 不小手 已經可以跳舞你知道嗎 來來來 不要啦 不要教學弟這種 扮人品的事情 哇 還是鳳凰 怎麼都都鳳凰 這鳳凰突然搞 就都出了 就秀一下超速咩 最後我們的第三回合 是由華埃SPYDER的FUN V 拿下了勝利 真的有一點峰迴路轉 我們先請好壞哥來幫我們講評一下 怎麼會打成這樣呢 我覺得開局太虧了 剛剛其實那個會有講 那波我覺得那個 你把自己的引刀都送在那邊 我覺得真的是 應該有三到四支 對 對 那個三到四支 那個開局的瓦斯 等於說你那個劣勢很大 雖然說兩邊二況 看起來好像下的時間點 好像都可以 但是你那個科技線 你那個雙調 然後關鍵是對方空頭 然後他一個腦羞 下你一時又被偵察到 你還一次下兩個 對方不打你 真的是對不起自己 這真的是完全對不起 對 而且出了很多的鳳凰 還出很多的鳳凰 其實就算出虛空也很難守 因為有白球 那個 Timing點 你的虛空大概兩支 大概就兩支 所以其實也是很尷尬 而且還有一開始 那個他 DS他不是一狂兩追 潛壓嗎 那個流程其實 因為你加速要放在你的兵營 還有你的船門上面 所以其實你的經濟是 就已經 工兵的數量 一開始就少人家兩三支了 對 而且他又被 又被 又被 就只是款式走上去 手都沒看到 其實很虧 對 確實這 光開局就已經小虧了 然後後面 然後那個引刀又更虧了 對 後面BS被看到超虧 不過那邊被看到 其實我覺得非常非常合理 因為以雙方的一個開局來講 對方就算沒有人進飛過來 也會有觀察者在看 對 所以其實那個看到 是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 那那個時間DS還開三框 我覺得 太大膽了吧 對 他還開三框 我真的覺得 像我說奇怪 這個看起來沒錯 其實DS跟對方一樣 是鏡像的 防守 靠大光炮 是還有機會守住的 對 但是因為那張圖的特性 人靜很強 他可以在後面 就是後面有外太空可以飛 然後你大光炮只能守一個地方 所以他因為這樣 我覺得他真的是惱羞 為什麼要蓋兩個BS去抓呢 對啊 好吧 相當的可惜 那也希望選手 可以學習到這次的教訓 下一次不要再有失誤囉 那我們今天星海的比賽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了 接下來要做明天的預告 明天晚上在偉來娛樂台SF的部分 我們看到橘子熊要對上TT 要約太陽神 而在我們跑跑的部分 明天還是一樣要進行B組的比賽 而星海的部分呢 我們看到第一組是HATS 要對上Python 神對蟲 而第二場是Daisy 要對上Yan 所以明天晚上的比賽 也是精彩可奇 在這裡呢 我們要先謝謝好壞哥 以及輝哥 我們帶來精彩的講解 很歡樂的一天 謝謝 好 那我們今天的轉播到這邊 告一段落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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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